肝癌是指肝脏内细胞发生了恶病 目前调查显示 全球每年新患肝癌的人群就高达70万例左右 我国就占有大约一半的肝癌人群 死亡率在恶性肿瘤中排第二 严重的影响人们日常生活 有很多人对于自己没有患上的病 持以不在意的态度 可要知道的是 在大多数疾病上都是预防大于治疗 不管你身体健康与否 都要注意生活中的习惯 以下这两种食物就不要再食用了 都在威胁肝脏的健康 伤肝的食物一 存放时间过程的食用油 食用油是每天都需要食用的 人们在购买的时候 喜欢买大包装的油 再加上超市为了诱惑购买人群 特意在大包装油上赠送个小包装的 由于消费心理觉得这样更上算 且油不容易也坏 想什么时候吃完都可以 但大家要知道的是 食用油也是有保质期的 不能储存时间过长 通常情况下食用油是由花生或者是玉米制作而成 如果存放的时间过长 长期处于高温和潮湿的环境下就成了黄蛆霉素的温床 黄蛆霉素是一种毒性非常强的成分 即使是在高温烹调过后也不会消灭 但生活中如果不注意 长期务实这种被感染黄蛆霉素的食用油就容易诱发肝癌 所以我们在以后够买油的时候 尽量选购小包装的油 不仅易于保存 而且还能够换着食用 如果喜欢大包装的 也可以分装成小瓶里 放在樱蛆干燥处处存 避免黄蛆霉毒素的产生 伤干的食物二 酒俗话说 无酒不成席 不管是在外热餐 还是在家里吃饭 餐桌上都喜欢摆着各种各样的酒 供自己 家里人 客人享用 但喝酒这件事是没有问题 可一定要注意量 按照酒精量来说 如果你是一名男性 每天的酒精量控制在20克以下 如果你是一名女性 每天的酒精量控制在15克以下 那就很健康了 但大多数人都打补 到这个要求 感觉喝这么点还不如不喝呢 因此就不加以控制 想喝多少喝多少 最后伤害的还是自己的健康啊 尤其是我们的肝脏 肝脏是人体代谢和解毒的器官 大部分的酒精是由肝脏代谢 如果过量 无形当中就会给肝脏带来巨大的压力 降低它的解毒能力 导致毒素没有及时排除 堆积在体内 严重的就会诱发肝癌 作者介绍 彭新锐 国家三级公共营养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